语法表达有一个重点的语法形式 就是トイエバ 那么就是说起谈起 其实呢 它有一个另外的口语表达形式 书上没有详细的介绍 希望大家在这里能够把它标识出来 就是テイエバ 这个ト的口语表达形 前面接名词 意思是什么呢 是说起谈起 引起于知相关的话题 或转入一个新的话题 或者是由一个词联想到的一个事物 它有连词表达形式是 ソイエバ 这个我不重点讲 因为它在初级27个已经出现过了 那么其他形式呢 书上列的并不全 那么在包括在后面第五个课文当中啊 都会出现 书上没有再介绍啊 所以我们在这里一起来说 那么其他形式还有 トイエバ 那么テイエバ 和テイエバ 这个大家都知道 这是它的口语形式 这是它的口语形式啊 所以大家会发现啊 都会用假定 用ト用タラ用バ 这种形式 那么トイエバ 加上这几个表达形式 所以这样就会 虽然感觉形式比较多样 但是比较好记 来我们一起来看 例句 日本のお正月と言えば お文字とお節料理ですよね これがなければ お正月ではないみたいです 说起日本的什么新年 一定要是什么 大家注意日语当中没有饼啊 日语当中所有写成饼 它没有咱们小麦粉做的各种饼啊 什么这个馅饼啊 泡饼啊 没有啊 它一定是年糕 是年糕跟新年饭菜 这是第一课学的单词 如果没有了这两个 可能就感觉好像不太像 不是正月 不是新年 好 再看下 就是说到这 大家都能想到这 下一个表达形式 こちらでいたら さあどんなことが 思い浮かびますか 那么其实大家看 こちら是鲸鱼对吧 说起这个鲸鱼 你到底能马上联想到 有一个词 你能联想到什么事情 能浮现出什么事情 好 再看最后一个例句 昨日テレビで 広い草原の風景を見たよ 草原で言えば 来年はモンゴルに行ってみたいな 好 昨天我在电视里 看到了草原的这个风景 说起草原的话 我就开始 记住下一个话题 我想 明年怎么样 去蒙古一趟 好 这个表达形式呢 它在考试的时候 出现频率表达 在生活当中 因为经常有一个联想 或者有这个话题 联想的另外一个话题 所以大家回去 再好好消化一下 好 接下来我们利用 今天所谓的单词 跟语法 一起来看一下 今天的课文部分